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加油站打工 遇到了女兵士车主羞辱还罚站 让她立即要赚大钱 果然办到了 而外传她心土大发 背后有一个鬼妈妈家驰 这怎么回事 二 三 四 五灯亮 五度五关 养五万 你来演 我来唱 大家都来看 就把我不愿想起的过去 丢向天际 一半无意 不再生命 你没看错 这是《综艺天王》 吴宗宪第一次出的一幕的画面 1980年代初期 她和苏瑞一同参加 五灯奖青哥队唱比赛 专注演唱的表情 和现在搞笑的风格差很大 当年她未免到四路五关 却因为要当兵 只得放弃 后来因为有兵役的问题 也许她有其他的考量 没有继续比赛下去 但是如果你现在再回去看 五灯奖当时比赛的样子 真的蛮可爱的 感觉上就是一个 年轻有为的青年人 原来吴宗宪是台南世人 尚有一个哥哥和姐姐 学业成绩都很优秀 只有吴宗宪对念书没啥兴趣 高中包括台南二中 总共念了五所 大专念了三所 很难想象 他还念过中兴大学法律系 不过大学统统没有毕业 因为他从高中开始 一心就想走演艺路 十六岁那一年 他背了一把吉他北上发展 我最小时唱名歌没有错 我大概十六岁就等我 我爸爸就这么讲 你要去唱歌的话 那你这个家里 有一人就帮我回来了 后来后来真的都没回去 然后就名歌餐厅一唱 哪知道一唱就唱很多年 住在顶楼家盖的房子里 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床 天气热也没有冷气 这时发生了一件 影响他一辈子的时间 他在加油站工作的时候 就有一个开宾室的一个小姐 他不小心就那个加油枪的油 喷到了他的宾室的一个轮胎 那这个宾室车的车主就很生气 就觉得说你怎么不小心一点 那憲哥很可怜哦 他就要用他自己用的擦汗 擦脸干净的毛巾 就蹲在地上把那个 B10车的轮胎一点一点 把它擦干净 那擦完之后呢 这车主当然还是很爽 就去跟这个加油站的 那个女士的站长去告状 所以后来憲哥还被拔展 憲哥每一次提到这件事情 他都咬牙切齿 他就说 好 反正我以后呢 会开比这个好的车 他立志要赚大钱 眼前没有机会他就去创造 在民歌西餐厅唱歌 一名音乐制作人 只是近来吹吹冷气 他主动接触保持联系 争取到在1985年民歌合集中 唱其中两首歌的集会 丰收的村庄 丰收的村庄 满街都喜气洋洋 面对着青浪 编织着青王 共度那包夕阳 费玉清世的美声唱枪 没有说实在很难听得出来 是吴宗仙的歌声吧 不仅如此 他一年借一百五十场校园演唱 累积经验 终于在二十五岁这一年 发行了第一张专辑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 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这样的夜晚 十七个字的歌名 创下当年最场歌名的记录 但是歌红了 人却没有红 他努力上遍各个节目 只求有曝光的机会 连综艺节目 骑铁牛的比赛 他都参加 八秒 绑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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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绑下来八秒 然后就听到瓜哥 好棒哦 要把那个歌超越十秒这样 我手一摸这一边 那个血是泉涌出来 他只是小牌 虽然已经受伤了 但是也不太容易关心他 我一听他讲说 他要再来一次是吧 我面带笑容 免于是都是泥巴 好啊好啊就再来上去 在回家途中呢 自己开车 然后边踩油门 一踩油门那个血就渗出来 看到自己的血流如注的一只脚 就暗自告诉自己 免疫自己说 终有一天要坐到让人家看得起 要让所有的人都会重视差肯定 杨宗倩 杨宗倩 杨宗倩报告出 好 吴宗倩 是啊我算是眉毛没有断掉 是是没有关系 没认诚乌喜贤就可以了 来来来来来来 从演艺圈的低咖 慢慢展露头角 这时候的吴宗倩 开始展现搞笑功力 成为招飞主持的节目 龙兄鼓励的固定班底 现在我为您要唱一首歌 《Dancing Queen》 你知道的很有名的歌 《Dancing Queen》吗 啊 《沙拉的两条》 《万一千人的比较大》 《年轻的比较大》 1994年才又发行第二张专辑 这次改唱影男语歌曲 距离第一张唱片已经7年 没想到这张唱片 让他拿下灯眼金曲奖 最佳风演歌曲 男演唱人角 这个得奖的是 吴忠宪 该还给人家要给人家 一直拿在手上不是办法 今天在这里拿这个奖 对我个人意义来讲 真的很重大 吴忠宪也开始演电影 以后你要抄他们 这个任务就交给我了 保证让他们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说完了 说完了 好 一米百 来 就这样啊 给你一百块 你要一百块 一百块 什么意思 不定在一百下 一百下 还是一百 那时候已经有主持了 做一点主持的工作 可是还没有到非常好 还没有到非常好 所以 所以 那导演怎么会选上你 其实那时候 因为就是便宜吧 对 对 看完整部电影片出台 十万块钱 相较于后来当恐时 主持一个小时 就要二十万的价码 真的是非常便宜 不过只要有机会 他都有你把握 甚至带张晓晏 移成近身边 他和助理主持人也好 谁把脸都这么沧烧啊 没认识 那就是重点很重来 人妙是一棵树啊 你看他脸上的年轮 就是神木 献哥很多的幽默 是来自于他本身脑筋 就跟大家长得不太一样 我觉得他的特质就在于 他可以信手拈来 他可以看到你今天穿的衣服 细身红 他就说怎么把辣椒 存在身上 他可以用这种方式 然后把这样的欢笑带出来 你要一个字还两个字 我都可以 2 原来两个他 因为他算中国人 好棒 你来 回去啊 贴在家里的门口 很怪喔 你一贴这个啊 连小偷都不敢来 根本是没有脚本的啊 就是 他的脚本的提示 只是说要记得问什么事情而已 那其实献哥 我觉得他的反应跟机制 就是我觉得 就是天生吃那一行饭的人 敏捷的反应 以及挖苦别人 也亏自己的无视搞笑风格 让他开创一片天 最火红的时候 一个礼拜同时有七个节目在进行 外传无中介心徒一路发 是因为他的爸爸鸣婚 娶了已经过世的小姨子 背后有这名鬼妈妈保佑 他的阿姨是被牛车撞死的 阿姨突然猝失 而且是在很小的时候就过世了 那等于是还没出嫁吧 献哥大概在小学的时候 他的这个阿姨 有一天就托梦给家人 希望能够嫁人 他想要嫁给他的姐夫 而且也承诺说 会照顾一大家子 献哥说 他自己的感觉是 这个鬼妈妈常常照顾他 如果没有自身的努力 当然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成就 2006年 吴宗宪跨海道大陆央视主持节目 两年后以我猜我猜我猜猜猜 拿下金钟奖娱乐综艺节目主持人奖 与张小燕张飞胡瓜 并称三王一后 坐稳综艺天王地位 2005、06、07连续三年 拿下台湾主持人年收入冠军宝座 2012年年度总收入 高达一亿五千多万 你看看 人在高潮的时候要 享受掌声 人在低潮的时候 所以你要的是人生还是掌声呢 掌声只是人生当那一小点 对 我的世界 他的特别在于 他总是在人生的低潮的时候 会想到一些人生大道理 来鼓励自己 然后很努力地让你自己 跨过那个人生的坎 然后当他跨过去之后 他尾巴又翘起来 一定会出头衣 并有鼓励感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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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